哈囉 大家好 我是RAMBO 現在呢 我要分享怎麼裝這個機車的充電器 然後我原本其實有裝這個手機充電架 它這個是原本就可以充電的 但是它很常壞 我已經換了兩個了 它只要淋雨之後它就會壞 所以我現在要換這個 這算是有防水的吧 有防水殼這樣子 然後把它加在這裡 然後要把這兩個線 這樣紅色黑色接上去 我要教大家怎麼接 跟我們去接吧 走 剛剛呢 因為這個大燈 我怎麼拆都拆不開 我試了各種工具 各種板手 就是這個 這個螺絲 我怎麼拆都拆不開 所以呢我就突發奇想 就是把我之前的連接這個 手機充電架的線 因為原本是接好的 所以我就把它接出來之後 然後把這邊再用這個 撥線前 再把它那個 裡面的電路 先把它撥開之後 然後接上我的新的這個 這個 手機充電 然後我現在再開給大家看 這樣子 我的這個就有電了 這樣就可以充電了 線路這麼長的 我要整理好 然後把它鎖在龍頭上 我們把它鎖上去吧 走 好 好 OK 全部都裝好了 對 在 裝在這裡 然後這個線從這邊下去連到那個定位燈那邊 所以 我只要開電門 然後這邊就可以使用 好 我們來看吧 對 這邊 這邊可以充電 讚喔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謝謝各位 如果這邊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請你幫我按個讚 好 各位 掰掰